改变 从新开始 学会情绪平衡的方法 作者 罗伊·马丁娜 翻译 胡音梦 第二部分 酒 个案故事二 自我破坏 不久之前 我面对为数600人的听众演说情绪平衡技巧 我大致介绍完理论的部分 接下来的示范时间 我要求一位自愿示范者提出一个不太复杂的问题 以便让整个过程保持单纯 结果有十位听众举手 从这些人当中我挑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 我当时全凭感觉觉得就是这个人了 而没有其他特殊的挑选标准 在挑选自愿示范者的过程中 我通常会遵从直觉 而且总是会出现适当的人选 帮助我清楚地说明治疗的方法 这位自愿示范者名叫穷 他的问题是他几乎要戒烟成功 但就是没办法戒掉最后一根烟 每天仍然要抽上一根才觉得舒服 这个行为让他十分痛恨自己 他试过催眠、针灸、尼古丁替代物 以及口香糖等来转移注意 结果都徒劳无功 我向他解释上瘾症是一种情绪疾病 而且几乎完全不是由化学成分引发的 如果我们只靠意志力 以及某些东西的帮助 譬如以尼古丁贴片、口香糖及草药等 来停止引头 其实并没有再对峙上瘾的根本原因 每件上瘾案例的背后 不是存在着潜意识想掩藏情绪创伤的正向意图 就是由于负向信念而想自我毁灭 或是埋藏着对于灵性层面的渴求 我们时常发现 有许多人利用意识转换药物 想快速达成证悟 我问琼 这最后一根烟能带给你什么? 他回答 他能带给我一种拥有私人空间的感觉 某个只属于我的东西 我整天忙来忙去的 把屋子收拾得一干二净 总是在为孩子和丈夫做事 抽这根香烟的时间是我仅有的优质时段 他告诉我他已经发展出一整套惯例 他会先播放古典音乐 为自己倒一杯葡萄酒 坐在最喜欢的椅子里 然后把脚翘在桌上吸这根烟 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根烟 他告诉我 尽管这根烟对他很有意义 他还是恐惧香烟最终会成为杀手 他的父亲也是个老烟枪 后来得了肺癌 受了四年折磨后过世了 父亲过世时他一直守在他身边 他对香烟爱恨交织 一方面香烟给了他无上的喜悦 另一方面却使他接触到痛苦 折磨和死亡 每次抽完烟他都觉得罪恶感铺天盖地而来 自我评价低落而且感到哀伤不已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明了的案例 但是我发现重大创伤从来都不是极度神经质 强迫性行为或自我破坏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从数以千计的病人当中 发现了许多创伤后受折磨的案例 大都起因于过去的一些小插曲 是他们干扰了这些人应付重大事件或创伤的能力 我们之中有些人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 就已经在细胞的记忆体中带着短路的问题了 其中有些是前几世的业力造成的 也有的是代代相传的基因问题 于是我开始检查穷 企图找出究竟是哪种情绪阻挠了他放下最后一根香烟 我找出了五种情绪 哀伤 恐惧 不安全感 性压抑与沮丧 我继续追究造成他牢牢抓住这些情绪的原因 结果发现这和他三岁时发生的某件事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穷在家里完全沉迷于玩耍之中 当时他母亲在厨房做饭 他忽然听到东西落地的一声怦然巨响 他过去查看 发现母亲昏迷在地 他惊慌了起来 不断地尖叫 还跑到外面去找邻居 但是他们都不在家 他沮丧挫折到了极点 不断地按着门铃 又哭又叫的 终于有个邮差发现了他 把他带回家 并且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 结果一切都没事了 母亲的贫血症和低血压毛病也彻底治好了 但琼却把有自己的时间和这件痛苦的意外连接在一起 唯一和他抽烟有关 却和这个事件无关的情绪 就是他压抑了本身的性征 我们追踪最初始的情绪 回溯到他母亲怀孕四个月第一次做超音波检查时 检验师告诉琼的父母 他们有了个女儿 当时他的父亲说了一句 该死 我原本期望是个儿子的 但不知怎的 琼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也接收到了话语背后的失望之意 琼告诉听众 他现在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是个男人婆 以及讨厌做女人家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认为 有自己的时间对他而言是意义不凡的 而且在做了这么多女人家的事之后 还需要情绪上的充电 他把自己对外在世界的恐惧 不安全感和沮丧 与父亲对他性别的失望连接在一起 他这辈子一直企图证明自己 因而觉得不安全 并显示出低自我评价的问题 为了要属于某个首度接纳他的团体 琼在十来岁就开始吸烟 父亲死后他戒了烟 但仍保留每天一根的习惯 父亲过世后 他虽然为自己的解脱感觉内疚 但是他终于不需要证明自己值得他爱了 在潜意识里 这值得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因为他是个女人 潜意识里这最后一根烟 是他与父亲之间最后的联系 也是他联系上父亲的最后尝试 一开始当他说 戒掉这最后的一根烟 意味着和我父亲失去了联系 他的肌肉测验呈现的反应相当强烈 后来我们统合了他的情绪 而潜意识心也放下了这些情绪 当他在说出这一句陈述时的测试反应 就变弱了 这显示他已经放下了潜意识里的信念 琼感觉到有一股情感充满全身 于是哭了起来 在这15分钟里 静静听他说出整个故事的全场听众 开始鼓掌并起立喝彩 你可以感觉到观众都融入到他的感受里了 从此之后我没有再和琼说过话 可是我确信他不会再抽烟了 那次课程结束之后 我收到至少十位观众的来信 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戒除了烟瘾 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看出 即使是单纯的一根香烟 都可能牵涉到复杂无比的往事 但这和意志力或心理焦点无关 意志力无关好坏 但如果我们用它来压抑情绪 却会制造出自由机能量 而且迟早要付出重大代价 情绪鞭挞 情绪鞭挞一词通常用在 当我们想要某物 但潜意识心却不站在 满足这个结果的阵线上时 第一位描述情绪鞭挞现象的人 是心理学家罗杰·卡拉汉博士 他称此现象为心理上的颠倒倾向 他运用肌肉测试来治疗情绪的问题 是开创此领域的先驱 情绪鞭挞的矛盾性会导致身体上的压力 这可以借由生物反馈仪器 声音压力分析仪 或是简单的肌肉测试而测出 当你说某件事时 如果和潜意识心并不和谐一致 原本有力的肌肉会立刻失去它的力量 而测试出变弱的结果 即使你只是想一想你的目标 都会发生这种状况 当你表里不一时 连想一想目标都会失去一些生命力 个案故事三 自我破坏 我处理过几个病例 虽然他们动过整形手术 成功地矫制了天生的缺陷 但仍然觉得悲惨不幸 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依旧觉得羞耻与不快乐 他们已经把自我形象 落上了瑕疵品的标记 这种情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的病人玛丽 玛丽这辈子正是悲惨极了 她一生下来 鼻子就是畸形的 家境又贫寒 负担不起整形手术的费用 现在她都44岁了 一直还是扭腻不自在 而又胆小羞怯 在我认识她的9年前 玛丽经过多年的储蓄 到德国一家著名私人诊所 动了整形手术 手术后她的鼻子变得非常美丽 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我看过她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照片 真的是天差地别 然而玛丽却坚持认为 手术对她的外观毫无影响 她甚至说 我看起来就像以前一样 我的鼻子并没有变得更好看 我问她 她的朋友和家人 对于她的整形有何看法 她说每个人都恭维她 说她看起来很美 可是她不相信他们 认为大家只是在说好听话 让她心里好过一些罢了 她彻底否认了这番改变 当我指出她的真相之后 她变得越来越愤怒 这时我突然察觉 再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每个人都试过了 结果一点用也没有 玛丽非常害羞 从不直视他人的眼睛 我发现她这种行为 可能是解决她问题的基础 我用下面三个陈述句 做肌肉测试 看看她是否表里如一 我深爱并接受自己现在的模样 我深爱并接受我鼻子的模样 我可以直视任何人的眼睛 而不觉得羞耻 对这些陈述 她的肌肉反应能量都非常弱 于是我开始检查 她过去未解决的问题 其实找出它们一点也不难 最主要的事情 发生在她出生的一刹那 当她来到人世时 医生打了她的屁股之后 将她交给了护士 护士说 天哪 她有个畸形的鼻子 几分钟后 她被抱到母亲怀里 母亲一看到女儿的脸蛋就哭了 这件事在她的心中 输入了负面的自我形象 她是丑陋的 她被阻塞的情绪是 不安全感 恐惧 哀伤和压力 等到这四种情绪 获得解决与释放后 奇迹突然发生了 她直视着我的双眼 微笑着说 好像有某个东西 从我的双肩掉落了 现在我觉得浑身轻松 真是棒极了 三个星期后 她终于赶出门约会了 玛丽的案例 使我了解到 她的面容虽然改变了 但是人格并没有改变 在我们一起努力 解决她的自我形象问题之前 她一直相信 自己本来就不该快乐 而且应该悲惨不堪 因为她的丑陋 害母亲吃了很多苦头 她的案例也解释了 何以正向思考 对许多人并不管用 以及为什么有好几百万人 愿意做自我肯定陈述的练习 但生活却毫无改变 因为通常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障碍 这些自我肯定陈述 只有跟使用者所认定的自我形象和谐一致时 才能发挥效果 否则会导致更强烈的压抑 而带给身体更大的压力 在我们的生活里 要想达到真正的情绪平衡 并找出有助于无条件快乐的不费力之路 就必须对自己感到满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达成无条件的爱 也就是非观个人的大爱 大爱是我们可以为了爱的本身而爱 并不是为了个人得失 偏好或是亲密关系而爱 潜意识程式 潜意识心的设计非常类似电脑里的软件 它们都是通过功能论而运作的 所谓的功能论与硬件无关 这种观念源自认知科学 不论涉及的是电脑或生物的脑都一样 指的都是二者的智能所达到的相同结果之中 显示出其内部有相同或类似的运作历程 功能论归结出潜意识心之于人 就好比软件之于电脑硬件 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大脑的功能 在生物学上是如何诚实化的 在认知科学里 唯一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情绪 由人们的情绪着手治疗 我们可以绕过未解决而终将导致失败的问题 所造成的阻力 在玛丽的案例里 整形手术并不足以改变她的自我形象 我们需要侧重于不接受自己的形体 以改变的自由机能量 通过特定信息的输入来解放她的情绪 我们重组了她的潜意识心 让她以应有的运作来完成治疗 潜意识心是特别设计来帮助我们达成心愿的 所以要小心你所想要的东西 潜意识心就好像飞机里的自动驾驶盘 它会带我们到任何被自己设定好的目的地 如果成功意味着你想要一个悲惨的下场 潜意识心就会找出所有方法来帮助你落得悲惨不幸 所以你现在若是成功的 你的目标就是悲惨 如果你的目标是生病 潜意识心也会帮助你成功 创造出适合的状况来让你生病 如果你的目标是快乐 它也会把你设定在通往快乐的道路上 所以现在让我们检视一下你的成就 自我检查一下 并确定你是否很成功地达到了你所不想要的成就 或许是情绪鞭挞成事 是你达到了自己不想要的成就 而不是想要的结果 情绪鞭挞有下列四种范畴 在本章接下来的篇幅里将详细讨论 全面性情绪鞭挞 特定的情绪鞭挞 部分的情绪鞭挞 偶发的情绪鞭挞 全面性情绪鞭挞 如果某人在潜意识里并不想快乐 健康与成功 那么全面性情绪鞭挞就会发生 这类人设定了目标要让自己的人生全面失败 他们的人际关系不佳 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与健康上的问题 而且似乎永无尽头 潜意识里 他们与悲惨的生活 生病和失败是相应的 当他们说出或是心想着 我要快乐健康和成功时 他们的肌肉反应会变弱 而且可以感觉到身体里有一股压力 光是想到快乐健康或是成功 就会让他们浑身不自在 当他们说出或是心想着 我要悲惨的生活 病痛和失败时 他们的肌肉却仍然有力 感觉没事或平静 这怎么可能呢 不想要快乐健康和成功 岂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 为什么有理智有头脑的人 会想要悲惨的生活 病痛和失败呢 这是人类内心纠葛最为复杂的奥秘 而且不仅是人类显现了这种现象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动物身上 我稍后再陈述这点 情绪鞭挨与潜意识心的自我形象有关 自我形象的重要在于它是人格发展 对自己的信念 对内在与外在刺激的反应的关键 你的自我形象会决定你认为什么对你有利 什么对你不利 如果我们可以找出方法改变自我形象 并将之提升到能够支撑你想要的结果 而不是与其产生矛盾的层次 你将会从自我打击扭转为成功导向 由于全面性情绪鞭挞 一个人不是有成功导向的个性 就是有失败导向的个性 不是有快乐倾向 就是有悲惨倾向 不是有健康倾向 就是有疾病倾向 某些有意外倾向的人 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 他们经常丢三落四 擦撞汽车 打破盘子 或是因半倒而伤了自己 你可以在一些孩童身上 看到意外倾向的情况 那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有人在调整自我形象后 克服了意外倾向 有人则否 如果你是全面性情绪鞭挞型的人 你可能参加过激励课程 我称之为暂时感觉良好课程 看过心理治疗师 医师 或者试过静坐 读过自助书籍 听过录音带等 却只能收到暂时的效果 或者完全没有效果 你内心的结论 很可能类似于下列的陈述 生命是艰苦的 我是个失败者 我毫无才华 生来又不怎么幸运 我什么事都做不好 我只是近人事听天命罢了 你可能经常拖拖拉拉 且自怨自艾 这些都是全面性情绪鞭挞的迹象 全面性情绪鞭挞的一般破坏形式包括 健康上的自我破坏 痛苦 意外 器官摘出手术 胆囊 扁桃体 盲肠 肺脏 胃 纤维囊肿 癌症 吸肉 以及其他异常增生的疾病 骨折 伤疤 早衰症 抵抗力衰弱 自体免疫系统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发炎感染 慢性疲劳症 过敏 僵硬 听力减损 以及视力减退 这份清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如果你有慢性病症 动过手术 以及经常上医院求诊 就应该把自己列入其中 如果你不是充满着活力且健康的 你就可能是在健康方面进行自我破坏 如果你抽烟 每天喝两倍以上的烈酒 体重比标准超过五公斤以上 不运动 从来不静坐 练瑜伽 气功 或打太极拳 你很可能在健康议题上 有情绪鞭挞倾向 人际关系上的自我破坏 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总是吸引那些让你悲惨不堪的人 有些作者将这类人称为有毒人士 有毒人士就是那些惹恼你 不支持你 百般要求你 使你窒息 虐待你 不关心你 总是批评你 不具爱心 以及把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人 一般说来 如果你总是感觉悲惨 认为自己只能接受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这就是自己所有的资源了 或者认为自己不值得过得快乐 认为生命是残酷的 那么你可能在快乐方面出现了情绪鞭挞问题 我的哲学是 这是事实 没有所谓的有毒人士 人们给你的压力程度正是你容许他们给你的 如果你改变了 下列两件事会发生 一 你会吸引其他类型的人进入你的生命 二 你所知道的有毒人士 不是再也对你不具毒性 就是他们也改变了 你会发现有毒的人一直都是你自己 财务上的自我破坏 你的薪水不足以维持你一个月的生活 你入不敷出 无法存钱或投资 也没办法保住饭碗 钱永远不够用 你总是把钱给了别人而不够给自己 你买乐透彩 希望一举重大奖 在我们的社会里 金钱问题是如此的严重 许多人都靠着开远期支票度日 其他人则靠兼差来满足所有的需求 某些拥有好工作的人 仍要费尽心思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 大多数人对金钱是既爱又恨 一旦我们的潜意识心 相信金钱是妄恶之源 金钱永远不会使我们快乐 以及诸如此类表里不一的谚语 就会产生太多自我破坏的可能性了 事实上 金钱只代表能量 没有足够的钱 这会带来压力并削弱更多的能量 你就会落入恶性循环 只有在你转变了潜意识对金钱的看法时 这种情况才会改变